2020 年的第七條 題目是 我有一個力量去私階在剪刀上 想剪一件東西 這個 object 可以放在不同的位置 放在 X 便可以 放在 Y 便可以 問你哪幅 graph 是說 X 所感受到的力 好,我們可以把它簡單一點 把它看成為剪刀一邊的力 所以我把剪刀一邊的力 我先把剪刀先畫出來 就是這樣 G 點的位置 就在這裏 C 力的位置 就在 P 點 我把剪刀在這裏 好 大家都知道 一有 PyFord 的話 或者你猜到整把剪刀的 motion 這個一定是一個轉動的物理 它是一個 Rotational Motion 而 Rotational Motion 我們只有一個方程式可以使用 答案就是 B2 Moment 就是 F 乘 D 這個就是分 moment Moment 我們如何計算呢 好,首先我們看看 P 的 moment P 的 moment 把剪刀就是這個位置 它會向上行 我們就叫這個位置 Codrise Motion 所以這個Codrise Motion Codrise Moment 用回剛才的方程式 就是 P 乘回 P 的距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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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就當作 S 乘回 所以成為 S 乘回 S 乘回 S 乘回 S 有幾個方法可以做的 不如簡單一點 不如我們試一下代數的方式 很快去代數就可以了 好,你當作 P 的距離就是 1 N 這個 D 的距離就是 0.01 米 這個數目的距離就是 0.01 米 這個數目的距離就是 0.01 米 即是這個數目的距離就是 0.01 好了,再看看另外一邊 現在我們就說是 X 和 Y 度一度 這個數目的距離就是 0.01 而這一邊是 Y 度是 0.03 中間就再做一個 0.02 米 所以 S 的代數就包括了 0.01 這個就是 0.02 第三個數目就是 0.03 我們看看 Force 的變化是怎樣 如果是 0.01 的話 Force 就會等於 1 over 0.01 這個數目就是 100 N 如果你的 Distance 是 0.02 如果你的 Distance 是 0.02 這個 Force 就是 0.02 即是 50 N 最後一個,如果你的 X 是 0.03 這個數目就是 33 N 那你把 X 是 100 中間的位置如果是 50 N 而 Y 呢 這個位置就會是 33 N 很明顯答案就是 D 這個我們是用一個代數的方式去處理 當然,如果從 Graph 的角度來說 你是可以分析一下的 第一個,為何我們不會選 A 為何不是選 A 原因是在於 這個意思就是 你那個物品 是放在 X 也好 放在 Y 也好 你的力量都是 constant 這個就一定絕對不是 即是 F 跟那個距離沒有關係 從這個來說一定不會 因為你的距離越長 你的 Force 應該會越小 OK 而這個關係呢 F 跟 S 的關係 其實就是一個 constant 這個 constant 是甚麼 就是我們的 P 乘 D 這個例子就是 我們用了 0.01 等於 F 乘 S F 上升 S 下降 F 下降 S 上升 其實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反比關係 一個反比關係的話 就是一個這樣的曲線圖 好,那你的同學 反比關係我們在物理情況之下 有沒有類似的情況下 有 就是,以 Gas Law 來說 你講的 PV Graph Gas Law 來說的 PV Graph 都是一個反比關係 所以,同學 好好認清反比的關係 這幅圖就要好好記住 可以嗎? 是 D